为什么说新加坡是小龄学霸和大龄学诈的天堂 我们过去几年在很多个国家横向去对比 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教学体系和学术成绩 发现新加坡在现阶段对于 无论是从很小年龄就展示出学霸的天赋 还是到了中学大学都考不上的这些 我们所谓的学渣们都会有一个 让你难以拒绝的好的教育路线和走 但是那普娃呢 我们之前说了普娃更适合加拿大呀 不是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 是新加坡的国际教育最火爆的一年 在中国真的有很多的有钱人 把孩子送到了新加坡去读国际学校 现在其实国际学校已经被挤满了 几乎不剩什么学位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青睐新加坡的国际学校路线 新加坡的学术一直是全球顶级的表现 无论是包括IB制 IB成绩那是全球遥遥领先 几乎每年超过一半的IBDP满分的学生 都出自于新加坡 A-level的表现 英制的这个方面的学术 也都是特别强的 这个毋庸置疑了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家人评价 说新加坡甚至学术比中国还卷 实际上没那么夸张了 但确实从他的学术表现 从他的像南洋理工 像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全球大学的排名上 这都是遥遥领先的 而且孩子在新加坡 不仅有全英文的教学环境 能够把这个国际教育路线走得很顺 他还能够学到中文 这是我们很多华人的中文情节 就是不希望他能够忘记中文 但是在全球能够中英双语 都学到的地区里 新加坡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香港和台湾学的都是繁体中文 而新加坡是少有的简体中文 新加坡大量的这种华语 家长过去无论是沟通 还是你平时的吃东西 口味都比较适合 他们家长的习惯 所有的中国美食都能在新加坡找得到 所有的人都可以中文通行 但是你现在才来申请国际学校的话 说实在 我们只剩那么最后一丁丁点学位 可以给到你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题 是重点的考虑一下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小龄学霸和大龄学家 其实也特别适合新加坡 小龄学霸呢 我们建议呢 其实是可以走一条叫政府学校路线 因为新加坡的公立教育呢 教学质量也是非常好 而且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是全球最好 没有之一 他为什么这么好 一方面咱们说原因哈 李光耀当年治国的时候 他定下来的国策就是他深知新加坡 这样一个弹丸之地 根本没有什么好的自然资源 可以让他立足于国际社会的 那么他唯一的去跟世界竞争的机会 就是培养出好的人才 让新加坡的这种优质人才 作为一个亚洲和欧美中转的一个连接点 去对接全球的资源 所以他当时就决定说 他的教育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强 而且要能够全英文教育 同时他很重视的是华文教育 就是因为他很看重我们中国的发展 一定是要把中国的资源也要用好 这也是为什么他坚持要用 简体中文来做教育 非常有远见 然后另外一点的 就是新加坡人口还是少的 出生率也没那么高 2022年应该亲生儿就三万五千多人 这个数是很少很少的 这么点孩子身上 那种教育就多投入一些 那我们很多家人知道 到新加坡留学陪读 好像挺花钱的 但实际上如果走政府学校的话 学费上还是蛮省的 他只要一个月大概800多新币 那算下来一年10个月的学费 对也就5万多人民币 这个价格你上到全球最顶尖的 功利教育真的上哪找去啊 新加坡还有一条规定 国际生在新加坡已经居住和读书了两年 并且参加一次国考 这个国考指的是小生初的毕业考试 或者出生高的中考 你只要通过了一次国考 就满足了他可以申请绿卡 这样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状态下 咱们假设一个孩子是从五六年级 读了新加坡的政府学校 然后参加了一次小生初的毕业考试 通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满足了申请绿卡的条件了 也就是说一个小学毕业生 就可以不靠父母 靠他自己的本事 能够实现移民 这个在全球应该是独一家吧 对发达国家里面几乎都没有这样的政策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新加坡走政府学校路线的留学的非常好的一条路径 为什么我们说适合低龄的学霸呢 首先他要通过一个叫AEIS的这样一个国际生入学的考试 才能够进入到政府学校的路线 这是唯一的一条通道 那么你要通过这条通道呢 在中国目前来参加考试的这些学生中 大概录取率只有10% 所以说他选的都是人才中的人才 精英中的战斗机 新加坡就是一个这样只要精英的国家 第二呢我们再说 为什么他要小低龄会更有优势 AEIS的考试 通过他能够进入的年级是二年级到五年级 以及初中阶段 全英文考试 如果你的孩子年龄比较大 其实他补英语要追上这个本地生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越小优势越明显 年龄越小呢 他的原天赋就越好 那经过新加坡本地的一些全日制的这种培训补习机构 大概是经过半年的拓产培训 基本上这些小孩子都可以达到考试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建议会是在小学的二年级到四年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是新加坡的一年级是基本上无法通过考试能考进去的 所以是从二年级开始考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他你要拿身份的话 你得读两年 所以四年级之前会比较好 对正好读了五年级六年级两年 所以就是建议是小学四年级以下的这种天生的学霸 你觉得自己孩子学习能力超强 或者是你给他课外补习 他一点不觉得累 而且表现的非常优异又非常的快乐的 这种天生学霸型的孩子特别适合 前提是英语要好 大家肯定也想知道 如果走政府路线最后能去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是不是能拿到名校录取啊 新加坡本地的大学就很有名了 咱们先说公立大学的可能性哈 新加坡最强的两所公立大学 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 那这两个的排名跟咱们清华北大是差不多的 全球也是非常领先 新加坡本地的学生哈 他通过政府学校这样的路径 也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考上的 去年三万五千多新生儿 实际上学校的招生 这两个学校大概都是五六千人六七千人的招生人数 对 这里面有百分之二十大概是海外生 排除掉海外生 其实这两个大学就已经收了一万人出头了 也就是说大概百分之二三十的孩子 本地生上到最顶尖的这两所公立大学是有非常大概率的哈 所以你的孩子只要是一个中上水平的成绩就OK了 从AES经过了这种层层筛选的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些国际生 考过来之后就已经是一个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了 所以你但凡能考进来 大概率考这两所学校都不是太困难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条路径 基本上你是可以拿这两所最顶尖的大学来给你做保底了 我们要听清它是保底而不是封顶 很多家长还有更强的野心 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到英国去上更强的这种居武大学之类的 如果家长去新加坡旅游会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新加坡整个的教育资源 对于一个学霸孩子特别大的优势 无论是这种课后班还是他的这个图书馆的资源 比如新加坡的百圣楼 一整栋楼 它专门卖这种新加坡的政府的 教育材料 政府学校的这些考卷 历年考卷 历年的习题 非常丰富的这种补习资源 我再说一个就是我们儿子当时在新加坡念国际学校的时候 我专门为他去找了那个数学的培训班 新加坡的培训班多强呢 就是它不是那种像咱们国内那种全球连锁的大机构 它没有连锁的大机构 但是每一个培训班都是以一个名师为核心开起来的 都是当地的超强的那种老师 就是凭借他个人的能力 然后开出了一个培训班 而且他们基本上不去市面去发很多的广告招生 完全招满了 就靠口碑推荐 他根本就是他叫不过来 我去问过他们 我说你们这个最后学生拿到的结果是怎样 人家直接给你拿一个单说我们每年多少个金牌 就参加这些奥数比赛 多少个银牌 铜牌在他那都不值一提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很小年龄 你就发现了他学霸的潜质 特别喜欢主动去学习 自学学习对他来说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你家长跟中了彩票一样 你从来都不会去逼着孩子去学习 就能得到很好的结果的话 真的不要浪费你这么好的一个运气 生了一个牛娃 到新加坡可以去考察去试一试 说说另外一个极端 大龄学家怎么办 孩子中考考杂了 大学上不了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出路 新加坡是提供了一个很神奇的一条路 如果你的孩子初中生毕业 没有考上高中 或者是考了一个很烂的高中 你自己实在是看不上的话 那么非常推荐你可以走新加坡的 直接申请新加坡本地的私立大学 绕过了高中 节省了很多时间 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对 新加坡其实是有不少私立大学的 他们通常是和英国澳洲的这样的大学去合作 毕业生是可以拿到英国和澳洲本地的 非常正规 甚至排名很前列的大学的学历和学位的 我们算一下他的时间 刚才说过他越过了高中阶段 如果你的孩子英文还没那么强 先上过一年的预科 然后两年半的大学 如果再想继续学的话 再加上一年的硕士 整体算下来大概四年半的时间 当你的同学还在上大二的时候 你的孩子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拿的是英国比较好的学校 或者澳洲比较好的学校的一个学位 人生巅峰啊 重新逆袭啊 这样的路径呢 它需要的就是 至少要有一个初中毕业证就够了 很多家长会说 哇 怎么上大学这么快就毕业了呢 新加坡有个特点 新加坡呢 尽量压缩孩子的假期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 一年放寒夏暑假 可能要放三个月 那在新加坡可能就两周 压缩了你的整个学期时长 让孩子更早地进入社会 能帮你省下了很多的生活费和学费啊 像这类的私立大学呢 大部分的学生还是本地学生为主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呢 就要有注意几点的 首先这条路 它是一个捷径 但捷径稍微冒点小风险 就是你一定要学毕业哦 否则你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学历 就太难看了 但是这个其实难度并不大 只要孩子英语还OK 肯学都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新加坡本地学生 他在这种私立大学里 毕业之后学位都是认可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 在中国都可以拿下认证的 那我们会去挑选这些本地大规模的 得到了Edil Charles四年认证的 这种比较正规的办学机构 毕业了之后 拿到的毕业证 一定是要回国 能够得到中流府的认证的 这种才是靠谱的学校 对 它认证的其实是一个英国 或者澳洲的这种学历 对 当然你未来你再去申请研究生 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 再去继续深造 孩子还年轻嘛 是吧 他都已经比别的孩子提起来 那两三年了 那这种项目 其实费用也并不贵 大概8到10万人民币的学费每年 生活费呢 因为它已经压缩了很多的时间了 整体来说 还是能让很多家庭能介绍的一个价位 同样是拿英国或澳洲的这样的学位 不用这么短的学质在新加坡完成 其实是比直接去英国澳洲留学 还要更省钱的一个方式 其实新加坡的 我觉得一定要说劣势的话 就是现在生活成本还是比较高 但是孩子如果过去留学的话 可以稍微节俭一点了 你比如说核租一个卧室 出去外面吃饭还是很方便的 通常都有很多的时隔 大概10新币左右就可以吃的不错的了 住宿的话 那你合租一个房间 大概是1000新币左右 也都是可以的月租 就是省钱有省钱的花法 但同时我们知道 因为新加坡有很多这种富豪的二代 在那边上学 我们也看到了超级奢华的 比如说如果你找一个托管家庭 一个月大概3到4000新币 包含了你的住宿和吃饭 然后还有生活老师来管理你的所有 一时住行 那就贵了 那是照顾的比较好 因为国内有很多有钱人的贵公子 都是送到这样的托管机构去 或者是干脆就直接在这买了套房 配好所有的照顾孩子的团队 那就无上限 所以假设咱们一个孩子15岁初中毕业 现在考高中感觉升学无望了 立刻送到新加坡来 你这条路径让你省时间 省成本 同样读到一个英国本土 或者澳洲本土能够受认可的 这种学历的本科文凭 然后你很有可能在19岁的时候 他的同龄人还在读大一呢 他就本科毕业了 同时他这个学历还可以拿到回国 中留福认证 然后他的大学还是世界排名100多名的 从水平去对标咱们中国的大学 那可能是武汉大学呀 这样的水准的大学 同时想要再去继续深造研究生 还是有更多的全世界的选择 如果你的孩子恰好符合前面学霸或学渣的条件 赶快叫我们来申请吧